11月12日 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开盘时下跌 原因可能是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率激增 投资者对大规模推广有效疫苗的时间表有所权衡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下跌165.72点 0.56%至29231.91点 标准普2500指数开盘下跌9.99点 0.28%报3562.67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上涨16.07点 0.14%报11802.50点